郭佳欣在TVB新劇新42章之中癡鬚演出 雖然曾經皮膚敏感 導致臉起紅點 但就獲網民大讚她造型可愛 你一齊都值得 由觀眾認同是很開心 和哄到大家開心 我也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她拍殺科戲時還受了傷 真是令人擔心 我聽到兩下啪啪 我第一時間先給我鏡子 我真的很害怕 先給我鏡子 大家不用害怕 先給我鏡子 然後就看到滴鼻血 我怕不知變成怎樣 不知變成怎樣 還拍不拍到 還拍不拍到差一點 因為那一場是劇劇的結束 拍戲那麼辛苦 會不會令人心痛呢? 嘉欣早前帶來物友 出席好姐妹陳凱琳的新年飯局 Grace就上載了飯局片去到社交網站 導致嘉欣的新歡曝光 原來是日籍甜品師重江截也 為了怕戀情見光死 嘉欣死口不認拍拖 拍到什麼短 了解 都是了解 好姐妹個個星人妻和人母 而且個個嫁得好 嘉欣自己又有什麼想法呢? 其實因為我自己都這個年紀 我都三十幾歲了 我自己對於感情 我當然是希望去找一個結婚的隊長 尤其是我身邊的朋友 大家全部都已經組織了家庭 還有小朋友 我覺得在他們身上也看到 不只是作為老公老婆 而是作為爸爸媽媽 其實那個責任真的很大很大 也都令到我會覺得 我去想我的另一半 或者是別人 不只是我想人 人想我 大家那個合不合不合 大家的目標有不一致 大家想做的方向是否一樣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就算我有一個覺得合適的對象 都真的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去了解 即不是那麼簡單 問到兩個人怎樣認識 她就說對方是圈外人 不想提那麼多 不過她也很開心 很多人送上祝福 很多人祝福我 我這個真的 我都覺得是開心 亦都接受的 因為這是一件開心的事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將來 我不知道是多久 我都會是想結婚的時候 我才會跟大家分享這個喜悅 我不會想經常把感情的事 說到嘴邊 我覺得這個是很兩個人之間的事 亦都想大家 專注我做事的事 尤其是近幾年 我覺得這麼多作品都這麼好 角色又這麼特別 家印保護戀情的同事 還為英俊新歡護航 對於重江哲也被起底花費和愛夜蒲 2018年又曾經和蔣家文一切 她堅稱只是相信自己的眼光 我經常覺得 不要只做港男女朋友 做朋友之間 或者每天我們身邊都充斥了很多謠言 很多是非 我覺得你自己去跟一個人相處的時候 你自己用自己的感覺 你會知道你一個人是甚麼人 我覺得你這麼大個人 每一個人都會有分析能力 我就覺得 我不太在意 不要只說他 也不要太在意 其他人身邊說的事是非非 那家印會否介意另一半花心呢 誰不介意 嘩 如果做朋友要我問到這樣 人家都害怕了你 我不問這些 不關我的事 講到感情事 家印就不小心爆多一點 現在這個年代 很多女性都擁有了她自己的事業 和她的家庭這兩件事是可以並存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現在我覺得 這一刻我不敢寫包單 我這一刻 我沒有覺得結婚這件事是離我很近 我沒有覺得 你明白嗎 但是當然我不知道 很多事情不能說 也計算不到 生活上 生命上 每一天都有很多突如其來的事發生